比利时晨报29号报道 比利时和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宋新宁 因为涉及间谍行为 被拒绝续发可以进入比利时的签证 未来8年也将被禁止进入 欧洲申根区26个国家 宋新宁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2016年出任VUB孔子学院的院长 晨报报道说 过去十多年 宋新宁在中欧两国的学术界互动频繁 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名比利时教授 也同时在中欧研究机构工作 宋新宁还承认他 与中共国安部前部长耿惠昌关系密切 晨报说 有证据表明 宋新宁为中共情报机关工作 并在中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士中招募现任 今年7月 他的工作签证到期后 到奥地利驻北京使馆续签申根签证时被拒 获奖纪录片《假孔子之名》的导演邱明表示 这是外界首次得知 有孔子学院中方人员 直接因为涉入间谍活动被拒绝入境 是一个重大信号 因为如果不是情报部门掌握了一定的证据 这些证据都能够指向宋教授确实在为中国政府从事间接工作 我不相信欧洲的这个深冬国家的政府部门 真的会拒发一个已经在欧洲长期活跃十几年的一个中国学者的签证 加拿大前情报官2014年透露 该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 孔子学院中方员工试图访问政府的机密文件 政府账户和邮箱等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2018年表示 一直在谨慎观察孔子学院 澳洲情报机构今年也警告学术界 孔子学院可能涉及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孔子学院隶属于中共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孙春兰 也是现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在西方情报机构的眼里 中共中央下面的统战部呢 它就是中共的情报部门 那统战部的部长 直接就兼任孔子学院理事会的主席 这个本身就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孔子学院 它很大的一个工作的使命 是要效力于统战部的 中共宣称 截至今年9月底 全球158个国家地区 设立了535所孔子学院 和1134家在中小学运作的孔子课堂 中共官方为每所孔子学院提供资金 以及经过严格重审和培训的教师 和经过严格审查的中文教材 多家欧美学术机构警告 孔子学院寄生的学校 普遍出现了学术审查 以回避冒犯中共的言行 对此 美国等多国已经出台措施 应对孔子学院带来的 学术自由和国家安全威胁 例如美国国防授权法规定 开设孔子学院的大学 不得申请美国国防部 中文教育经费资助 截至今年10月 美国已关闭了20多所孔子学院 此外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 澳大利亚新州也宣布 将关闭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